缘标题 缠缘之盟饱受诟病 但其实之前在这样做 之后 也在这样做宋朝和辽国签订了缠缘之盟 一直为后世所诟病 认为宋朝是在花钱买和平 是一种在处理外交关系上 非常屈辱的方式 是开了屈辱求和的先河 不过 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历史 就会发现 缠缘之盟并不是什么开中国历史的先河 反而是一种前人做法的延续 而且 宋朝这种处理 和北方游牧民族外交问题的方式 还为后世所学习采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缠缘之盟在宋朝之前 中原国家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 一直是处在一种强烈的对抗之中 当中原国家处于大统一状态 国力比较强盛的时候 中原国家一般都是采用强力打压的方式 处理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外交问题 比如秦汉时期多次深入墨北远逐匈奴 隋唐时期也对突厥柔然的形成了高压打击 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并不是处理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好方式 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 固然北方游牧民族受到了残酷打压 数年乃至数十年不敢在南下侵扰 但是中原国家往往也因此遭受震荡 比如秦朝因为打击匈奴 大量拉夫修筑长城 最后造成天下大乱 以致灭亡 汉武帝的时候 因为多次派兵远助匈奴 最后汉朝国力在汉武帝开始 由盛道衰 唐玄宗的时候 因为浩大喜功 极力打击突厥 开疆拓土 最后造成边疆拥兵自重 安使之乱爆发 所以说 对北方游牧采用强硬打击 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大多数时候 中原国家对北方游牧民族 是采取和亲的方式 所谓和亲 就是中原国家的皇帝 花公主 一般都是找一个宫女 冒充皇家公主 嫁给游牧民族的特寒 比如招军出赛 文成公主入藏的 文成公主入藏这种方式 说起来 其实和缠缘之盟是一脉剑 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 和亲是用女人换和平 缠缘之盟是用钱粮换和平 方式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其二 和亲体现出的 是一种中原国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赏赐 缠缘之盟体现的 也是一种赏赐 其三 和亲是通过血缘关系 把两家皇室连接起来 禅渊之盟则是通过钱粮连接两家皇室 因为给辽国的钱粮 主要也是皇室在用 土木宝之便 而且 禅渊之盟所换得的和平比用和亲的方式所换得的和平更有效 更有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 和亲维系和平的时间较短 如果换了皇帝或者汉人公主年老色衰等等 都会再次引起两家的争斗 而禅渊之盟则让宋辽两国的和平 维系了一个半世纪 其二 和亲友恩化的交流 但对经济发展 尤其对汉民族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而禅渊之盟因为在边关开辟 却长 宋朝通过贸易所产生的收入远远高于支付给辽国的税币 其三 从宋朝开始 中原国家用和亲来处理外交关系的办法基本停止 而用税币 也可以交税次来处理外交关系的办法 则一直被后世所接受和利用 比如明朝中期开始 对蒙古人就采用了税次的方式 土木宝之变就是也掀布满明朝给他的税次太少 发动了战争 由此可见 后人尽管一直在批停禅渊之盟 其实 这又一直在利用禅渊之盟的方式 处理外交问题 参考资料 宋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众